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秘密 考古工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 终于在浩瀚的史料中找到了有关的点滴记载 在甲骨文补词中有 其右长子为归至王受右的记载 意思是说 商王真问 长子是否来进贡规了 古词说明 长是一个方国 长子是方国的国君 这个长国要定期向商王进贡规 可见 这个长国与商王朝关系很密切 有的专家有此推断 古词中的长子有可能就是长子口的祖父辈 经过深入研究 专家最后推断 牧主人生活的年代 不会晚于西州城王时期 那么如何才能证实这种推断呢 幸运的是 牧主人的骨骼保存了下来 经过对骨骼的鉴定 确认牧主人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性 周城王一朝距离周灭商不过三十余年 活了六十岁左右的长子口 恰恰经历了商末周初两个时期 周灭商时大约三十岁左右 综合各种考古成果 考古专家为我们勾勒出长子口的大致情况 一种说法是 商朝晚期有一个臣服于商王朝的掌氏王国 掌氏王国的封地在今天的河南省路易一带 掌氏口可能就是这个方国在商朝的最后一位国君 周灭商后 臣服于周朝成为周朝的陈述 在周朝依然有很高的地位 另一种说法是 掌氏口原本是商朝的大贵族 周灭商后 他臣服于周朝 被派往河南省路易一带 作镇守一帮的大将军 出土的方形青铜器也证实 掌子口在商朝是一位地位贤赫的大贵族 方形青铜器是商代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出土的方形青铜器共计二十八件 无论品种还是数量 在已发掘的商周墓葬中都是最多的 考古节认为 凡出土打两件中型方顶的墓 墓主人多为方国国君 个别为王室重臣 凡出土四件小型顶的墓 墓主人为方国国君或者夫人 掌子口墓出土的方形顶多达九件 其中四件为中型方顶 五件为小型方顶 可见墓主人并非一般的方国国君 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势力 掌子口墓出土了许多铜兵器 其中一把大刀制作非常精美 大刀呈长条形直背直刃 刀手上鞘 刀身两侧上部装饰阳线龙纹 每面四条 龙手两两相对 龙尖头 椭圆眼 躯体 尾巴上鞘 刀手向上卷处装饰龙纹 纹饰精美 造型生动 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商周兵器 这些兵器也表明 墓主人握有兵权 太清宫下唐真宝 一朝现世众人惊 国宝档案 讲述长子口墓 青铜器的故事 出土的乐器同样十分珍贵 以至一次发现最多的铜脑 铜脑呈点筒状 中空 两面图精美的雕兽面纹 中央有一长方形的胶后块 是胶肌的部位 发掘时还发现了脑架的痕迹 表明铜脑是被成套悬挂放置在墓室里 如果把出土的铜脑 石庆和牌箱组合在一起 至少可以组成一个八人的乐队 有趣的是 考古专家还在一些青铜器里 发现了食物的残疾 如大圆顶里有两块牛骨骨 富尔代盖圆顶里 有干涸的食物残渣 贬足浅富圆顶里有鸡骨 方顶里也发现了鸡禽的骨头 说明下葬时青铜器都盛放着食物 这为我们了解青铜器的用途 提供了真实的资料 青铜器中还有四件铜斗 铜斗有圆形方形两种 如果细分又可以分为 长直饼方斗 长驱饼圆斗和短驱饼圆斗 它们的主要用途是成九 长此口青铜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些器物是以前的商周早期墓葬 从未发现的 如富尔代盖圆顶 以前学术界一般认为 这种富尔代盖圆顶出现于西周中晚期 这件圆顶的发现 把它的历史提前到了商末周初 方作分体眼 与河南安阳阴须富豪目出土的连体眼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采用分体设计 使用起来更加便捷 鬼形功气综合了鬼与功的特点 气物远古腹 与西周常见的鬼形状相同 不同的是 前部伸出一流口 变鬼为功 这种鬼形功还是第一次被发现 这种造型的改变看似简单 却折射出中国古代匠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 因为现在我们考古学对气物的断代来讲 主要根据气物的发展变化 也就是西周初年的气人是什么样 然后这个商代晚期的什么样 它怎么延续过来 这个呢 在以前呢 是不是很明确的 通过发掘 我们就从这个 在这个商周之际的 这个气物的它的发展变化 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长子口目青铜器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反映了商周之际的文化面貌 为商末周初的历史 气物断代 河南省路易县一带的历史严格 以及中国古代鲜明的文化交流等方面 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 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0年 是圆明园罹难 150周年 在一个半世纪的时光流逝中 今天的圆明园 已经很难让人想象起当年的美丽了 然而 一名德国人拍摄于1873年的 圆明园老照片 却为我们呈现出了 圆明园当年的宏伟壮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